現在進行株條討論 首先我們請代委員四保 並截止登記 謝謝院長各位先進 我們看到 這部法如果這樣修 它就是道道地地 另類的政策買票 大家過去習慣都是以為 政策買票就是用錢 政府發很多的不該發的錢 同樣這個法這樣修 就是將農地變成一個工廠用地 價格差多少啊 價格差多少啊 未來又25年 10年福島 15年把它的工廠用地 還可以取得工廠用地 以後變成可能變成建地 所以這個是道道地地的 政策買票 選舉到了 這是我要強調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我要強調的是 這部法裡面的 只有看到經濟部的角色 沒有看到環保署的角色 沒有看到農委會的角色 沒有看到內政部的角色 但是 我在這裡 公開的呼籲 尋找陳吉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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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這麼愛台灣的農業嗎 台灣的農地 一塊一塊都被欺死掉 你為什麼不說話 陳吉仲 你為什麼不說話 陳吉仲 你為什麼不說話 你眼睜睜地看著 一萬多公頃的農地 就不見了 這不是台灣農民的根嗎 你忍心看著 這些農地 旁邊的農作物被污染 讓台灣的人民吃到被污染的 割的米 或者其他的農作物 你忍心嗎 同樣的 我們要尋找另外一個人 叫徐國勇 我們的土地規劃 整個的國土規劃 是內政部的職權 我們也沒有看到內政部的角色 所以這部的法案 純粹只是一個政策美票 這一次的修法 只看到經濟部 為了要讓這些的 中小型的 所謂的 不管幾萬家的工廠 四萬五萬六萬十萬 讓他們這些 變成選票變成鈔票 有利於 蘇貞昌的浮選的動作 而已 真的痛心啊 陳吉仲 你在哪裡 陳吉仲 你在哪裡 陳吉仲 你在哪裡 謝謝 謝謝賴委員 下一位請黎委員 艷秀 在哪裡